這是LOWA BASIC COURSE RADIOACTIVE DECAY 第37版題目 B一部分經常會有學生問 什麼時候使用E-Fuel 什麼時候使用B-Fuel 原來這裡就 depend on 什麼呢? 原來是 depend on 你怎樣控制它的Fuel Strength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? 因為最簡單 B-Fuel 太厲害 Beta Particle 就是Electron 就在裡面打轉轉 打轉轉就出不來 我量出來就會錯 所以其實Alpha就是E-Fuel和B-Fuel沒有所謂 為什麼Alpha大顆? 肥佬嘛 那怎麼辦? 當然不會受太多影響 沒問題 所以很容易翻轉到它 但Beta Particle 通常會用E-Fuel 通常會用E-Fuel 沒問題 第二就是用E-Fuel 你看到它有一個Paper 其實這個Paper 是可加或不加的 為什麼呢? 第一加了會準一點 第二就是什麼? 對不起 是因為加了會準一點 但是不加又會怎樣? 不加其實也沒有什麼 為什麼? 因為我們知道 Beta 在這邊,Alpha 在另外一邊 加在中間經過 對不對? 對 所以其實已經在這裡分類了 所以這個Reduce Era 其實也不是差很遠 好嗎? 當然有油 當然是比較好 好嗎?